- 近日,据相关媒体报道,美国海军即将接受一批先进的作战无人机。 - 这种MQ-4C绰号人与海神的无人机将在2018年底纳入美国海军的作战体系。据说这种先进的无人作战飞机是专门为跟踪敌军各类军舰包括小型舰艇、飞机以及对地面武器进行长时间监视而设计的。 - MQ-4C将被美军的海战引入最新的战术选择,一旦服役,美国海军各类武器如大型舰艇、地面设备、侦察机以及攻击机、战斗机都会接收的人比现在更加准确和迅速的数据。 - 美国海军司令部相关发言人表示,人与海神具备对目标进行大范围持续监视的作战能力,可以在在5万英尺约15000米的高空持续飞行24小时以上,因此这是一环可以在高空长时间飞行作战半径。 - 极大的情报间是无人机,人与海神较45英尺约数3.7米,重32000磅约14.5吨,一站达到了131英尺约39.9米,可以全天候飞行,最高飞行高度超过16000米,作战半径近15200公里。 - 人与海神配备了美军类其专门研制的海军传感器以及相关雷达系统,可以在高空飞行执行海洋任务时。 - 探测和监视的覆盖广大的范围,美国海军打算利用人与海神配备的摄像头以及传感器,通过先进的数据链系统,为美国海军舰艇指挥官提供超远距离的探测。 - 最终能够实现监视及发现,为美国海军预备充足的选择专输的时间。 - 最大家爱